這間公司叫Hilti 世界性的 但是生意就上不了上不了上不了 而近年他就將他的生意模式 他除了是賣這個Hardware之外 做了Service 什麼Service 好,各位朋友,歡迎你到這個星期的Case Talk 好,你見到我拿著電鑽,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電鑽,用來做什麼的? 跟著你轉,沒理由做其他事情 沒錯,但是我想告訴你一樣 我兩年前買這個電鑽 我只是用過一次 其實現在這個電鑽對我來說 是完全作用不大 如果我要轉,我現在是不會自己轉的 我會請人回來幫我轉 好了,所以現在這個東西 是變了廢物 好了,關於我們這次的Case Talk 我今天想介紹一間公司給你聽 這間公司也買了一些 例如裝修的儀器、電鑽 所有你做的裝修 一些工程的工具 它都有的 這間公司叫Huity 世界性的 好了,但是 因為生意好像是上不到 而近年,它就將生意的模式 它除了賣這個Hardware之外 做了Service 什麼Service 現在它有一個新的Service Fleet Management Fleet Fleet 好了,這個Management 做什麼呢 就是 例如我開一間裝修公司 如果我要不停買很多 剛剛電鑽 很多不同的工具 很貴的 有時候你沒有公開 你是沒有用的 好了,它正正就是看到這個問題 它怎樣做呢 就是 如果你做一些工程 你需要一些儀器 你不需要買 向我租 好了,當你向它租的時候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那些工具 你有什麼的損耗 你不需要你 OK,我們幫你搞定 就算那些電池 就算慢慢有些損耗 你也不用擔心 它也會幫你換掉它 這個服務令到 它在一個裝修界 是非常之受歡迎 不單是這樣 例如我剛剛用那個電鑽 好,例如現在是2020年 好,當我跟它租了 譬如說半年之後 如果有一個新的電鑽模特兒 那Hilti會怎樣做呢 它免費幫你換 你看到整個服務有多好 如果我做一個裝修公司 我就不用再有一些新的產品 有新的模特兒 又要再買 又要再買 它這樣控制不了 但是Hilti說不要緊 只要你租我這個服務 你的好處就是 逐個月給租金日 你不需要買 當我們有一些新的產品的時候 我也會第一時間告訴你 有哪個產品可以代替到現在你舊的產品 那個作用更加好 它現在進入了一個很硬件的年代 去到一個服務的年代 而Hilti 它也會見到 他們現在的Freet Management 是他們近年來講 他們公司賺得最多錢 也是最大突破的一個 business model 你看到 如果你買一些 hardware 你說買電鑽 通常我們會怎樣想 我怎樣可以再賣多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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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剛剛Hilti這個 example就是說 不單止我們再研發一些 hardware 但是我們將我們的眼光 不是我們怎樣看這個市場 我們擺在我們的用戶那裡 首先 它要知道 究竟 買我們Hilti那些是甚麼人來的 甚麼背景它買來做甚麼 他們發覺這一班 大部分 都是一些職業 是幫人裝修的公司來 那就靈野粗 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在它的角度看 我經常都要用一些很貴的 買一些很貴的儀器 不化算 算不到數 對不對 我們幫它解決這個問題 而FREED MANAGEMENT 就是這樣 彈上出來 而Hilti這間公司 他們的生涯 你發覺 因為是工種的關係 他們不是好像火箭這樣上的 2001年 32億美金 到2019年 60億 不是一些科技股那麼厲害 那麼向上推 但是你看到 其實做Hardware 是非常難做 但是它現在 因為這個FREED MANAGEMENT 生意開始向上跳 因為它有重心 它想 我怎樣幫我們的目標客戶 解決它的問題 去到你那裡 你的夢想客戶 你現在的 你的目標客戶 是甚麼人 他們痛處在哪裡 它除了要你的產品 你有沒有什麼服務 可以給它 在下面的留言 和我分享一下 OK 希望你喜歡我們今個禮拜 這個Case Talk 這個program 記住 Subscribe我們 Channel 還有右下方 按下那個 Notification 下一次我們Case Talk 還有我們下一次 有任何新的Video 你也會收到 是個來自行